而針對新竹市長高鴻安的涉探案 今天下午兩點半 台北地方法院會首次來傳喚高鴻安逗庭 如今有消息傳出來 說高鴻安在這回答辯庭當中 一樣會維持無罪答辯 讓訴訟時間可以延長到總統大選之後 藉此來保住他的市長職位 今天有沒有什麼想說的嗎 市長會擔心影響選情嗎 新竹市長高鴻安 受詐領助理費案十一號下午兩點半 台北地方法院將首次傳喚高鴻安逗庭 而國慶連假四天高鴻安 都沒有公開行程故作神秘 就是在何律師開會討論法庭內的辯論方向 從今年8月14號高鴻安遭貪污罪起訴後 短短一個月的時間 三個辦公室前主任通通當庭認罪 只剩下王玉文力挺高鴻安 守住最後一條防線兼稱不認罪 回顧整起事件 從109年2月27號開始 到109年11月 利用全市壓榨助理要求配合福報酬金和加班費 來榨領助理補助費 步伐所得高達46萬30元 四名助理和高鴻安一併被起訴 我在這邊再次重生 我絕對沒有涉及任何貪图步伐 眼看情勢不對 高鴻安也有所準備 高級律師團陪他打官司 包括前高院法官王世華等 都是相當具有實力 但就有人認為這場攻防站 高鴻安可能利用無罪答辯 來讓訴訟時間延長到總統大選後 以保住他的市長職位 這次綜合報道